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脾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右手的坐金刚拳 右手压着大腿动辄的动革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启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着 噢 美 上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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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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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遍你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面 念完了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能迎接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今天讲的内容当中主要说 舍弃自己 那么舍弃自己的原因有两种 第一个是今生当中产生恐怖 所以要舍弃今生 还有一种呢 何时当中要产生这个痛苦 所以要舍弃今生 就是加弃两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个 谈主自审国 肖不也胜为 于子生俱胜 于子生俱胜 随不施地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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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理呢 也比较简单 就我们为什么要这个设计 今生当中对自我的这个贪执呢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设计对自身的贪执的话呢 它不禁呢 让我们来世多如三而去当中 遭受无量无量的痛苦 甚至今生当中呢 因为对自己的这种这个自身呢 就是有着这个极大的这种贪执 就是有我和我所自的贪执 整天都是像是 这是我的这个身体 这是我的这个 手啊 脚啊 土啊 等等等 这样认为 这样之后的话呢 这种喘息的力量很强 然后呢 因为我们就是对自己这样的贪执的缘故呢 在时间当中 生活当中呢 即使非常这个微不足道 就是极为渺小的一种这个痛苦啊 或者是危害 就是当我们遭受的时候呢 心里面就是产生极大的恐惧之心 就比如说 我们这个 身上这个有这个蚊子就咬你的身体啊 或者呢 就是看见一些这个小虫啊 或者呢 就是身上这个狮子啊 或者别人就是就就 随便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体的缺陷的 一些小小的过失 等等等 就这样诸如此类的事情的话呢 按理来讲 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如是庞大的 然后呢 应该有一个小虫啊 或者是别人就是说一点诽谤之词呢 不应该就是如是就是 生极大的这种恐惧或者是痛苦 但是呢 因为我们就是有了这个我和我所知 有了就是非常强烈的这种贪知 这样以后的话呢 就很快的之间当作就是 反映出极大的这种恐怖 这些都是从大的方面来讲呢 就是我们众生啊 就是贪着这个我知 所以一切祸害 一切这个痛苦的根源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我知 就是自我的这种自身 因此呢 就是无光尊者也是在那个 《大圆满信心修行》里面说是 一切痛苦不落这个 此分即是烦恼缘 一切痛苦的这种根源啊 也就是说是即是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呢 一切这个烦恼的这个根源啊 就是烦恼的造业也是依靠这个身体 所以说呢 具有这个智慧的人 怎么会就是对这个残生恐怖的身体呢 就不堪止是这个出痕的敌人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体呢 其实是那个 这个真的是这个一切痛苦的这个根源 就是佛经当中也是这样的 就是今夕这个无垠的话呢 就是是那个 犹如的这个缘故啊 就我们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一切痛苦的 这个一切痛苦的处所 一切痛苦的这个缩矣 一切痛苦的什么那个 就是痛苦之气吧 就是痛苦之气 这块的身体呢 都是有什么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没事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也是最大的这些温存击的 是那种一些去 reading 有着这种理论下来 就是这样的 是最大事 所以这个是去看 我感觉的 我感觉你一个人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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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农民种庄稼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青壳上呢 就是根本看不到明年的这个 就是这种这个妙药 就是看不到 但是你这个青壳种下去了 因缘已经居足的话呢 那么这个层面有不拱的朗里就是 明年呢就是这样没有造到其他的这个违远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是长出他的这个妙药 同样的道理我今天杀害众生的话呢 那虽然我杀害众生上面呢 我看不到什么这个其他的朗里 但是呢就是这就是一个自然规律 就是我杀害他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是我明年呢就是在我的这个身上啊 或者是来自这个多少年之后呢就是在我的身上呢就是感受这个痛苦 这就是这个业因果的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呢就是应该说是自然规律 《前语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希笑杀他民 悲好入地狱就是 我们这个欢欢喜喜的就是杀害就是其他的这个众生的话呢 那最后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悲悯号叫的就是去入这个地狱当中 一再苦完断 伤心不可怜啊 就是就讲了就是他那个前百万代当中 千百万年当中呢就是就是感受的这种痛苦啊 就是无法这个描述的 就是那种这个伤心和那种这个痛苦呢 那真的是我们用这个闭魔来就是描述呢 就是就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 就呀 对 阴后子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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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们所求的特别特别的多 有些专家说 现在的人的贪心太过分了 甚至一些田人 也是无法满足你的这种心 心里欲望的狗 没办法填满的 许许多多的这种贪欲 就自然泛滥 自然一出来 特别害怕 那么我们现在世界上的这些人们 就是为了求名求利求地位 最后的话 就是杀害这个世间的一些动物 这些都是更不用说了 就是杀人不眨眼的 现在是很多人 就是对杀动物 就是一点感觉都说是没有的 就像是炸石头一样 就是一点感觉 甚至只不过有些人可能没有能力 就是害怕法律 如果有能力的话 那就是旁边的亲朋好友 全部杀掉的话 有些也是无所谓的 甚至自己在这个世间当中 是摁得最大的 就是自己从小抚养 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他们这个造杀的话 就是也一点都不顾忌 不在乎 还有呢 就是更可怕的 就是有这个 这个盗取三宝物 就是盗取三宝的这种财物 那么盗取三宝的财物呢 实际当中是这个 本来是这个徒盗 也是在世中不善业当中 也是相当可怕的 但是盗取三宝物呢 就是更是可怕 因为它是非常殊胜严厉的对境 所以在这个佛陀 在这个《宝莲安经》里面 也是说了 就是说是 一字单吃 一字单胜肉 不得三宝 不得到三宝物 就是有这么一个矫正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宁可吃着自己的这种胜肉 都可以 但是千万千万不能吃掉 或者是不能贪污 享用那个三宝的这种财物 这是相当的可怕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所谓的三宝物 大家都知道 就是造佛像 或者是一些造佛陶的这些财物 就是叫佛宝财物 然后法宝财物的话 因经所做一些有关经论方面的这些财物 都是法宝物 然后僧宝就是供养僧众的这些财产 这些都叫做僧宝物 但是这些三宝物 其实供养僧众 这种财物也可以叫三宝物 因为这个僧众应该从广义上讲的话 他的身口仪就是代表三宝 代表三宝的话 那么我们供养僧众的这些财富 如果去卵用 那这样的话 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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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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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